来 真困了 天后 来 放在这 欧阳伯伯 床铺已经铺好了 您早点休息吧 小王爷如此礼遇 何以敢当 令职人品又好 武功又高 可惜被那奸人所害 晚辈想为他报仇 可惜晚辈武功低威 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侄儿不幸惨死 本来我以为是郭靖那小子所为 刚才你转述邱楚吉之言 我才知道是全真教这帮恶徒 好 现今我白驼山已经没有传人了 你心思缜密 行事果断 我就收你为徒吧 师父 徒儿给您磕头了 太好了 好一个重量之后 不但任贼作父 还摆恶人为师 多谢欧阳先生对我孩儿青年有加 这刻地无尽时之理 日后必当重谢 珍珠宝物 我白驼山也有一些 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比较聪明 盼着我的功夫将来有个传人罢了 小王失言 先生莫怪 欧阳先生武功盖世 智谋无双 小王爷聪明伶俐 一表人才 当真是家师家弟子 六王爷 恭贺恭喜 恭喜 恭喜 小王爷 多谢 多谢 吓咕肚子 好好好 给你拿吃的 这孩子 来 不哭了 你这孩子 这个傻瓜 怎么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好吃吗 好吃 哥哥 你说你带我回家 你怎么还不带我回去 你听我说 你看这么多人都睡觉了 你乖乖的吃饱了以后就睡觉 明天就到家了 我闻到了 来 快睡 有鬼 怎么了 怎么了 哪有鬼 胡说 有 我刚才看见鬼伸头了 不怕 不怕 你看这么多人在这 不怕鬼 不怕 爱胖子鬼 胡说 哪有什么爱胖子鬼 就是有骂 爱胖子鬼死在婆婆的坟里了 婆婆鬼 会把爱胖子鬼赶出来 爱胖子鬼会教你逃命 你再胡说八道 我让爷爷把你带回桃花岛 我不回桃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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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睡觉 我还要去 我还把他说了 我真是 不过 我还要去 你再来 我还要去 匂病 刚才他说的那矮胖子 我不是我三弟 他死在了桃花岛 明明是你爹所害 他的鬼魂 干嘛要找杨康所命啊 傻哭虽然傻 但他说这些话肯定是有原因的 钱听听信不信 也是啊 你爹在燕雨楼不肯杀我 他又怎么会杀害我的五个兄弟啊 你要早那么想就好了 不对 要不是你爹 四弟又怎么会说亲眼看见你爹害死我二弟和七妹 好 我去给你问个明白 问什么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只要站着听我说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你要告诉我爹是谁杀了我 怎么 你要向那小子当面责问 这样 这老都会杀了你的 杀了我也不怕 我只希望你知道一切真相之后 告诉我锦哥哥 我不希望他在心里契合我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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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姑娘 你怎么在这 我爹命我再次等候欧阳伯伯 你们大惊小怪干什么 令尊怎么知道我到这里了 我爹依捕心象无所不通 沾个九天玄女客 他自然就知晓了 欧阳伯伯 你知道吗 你害得我爹很惨 我爹在小棚来被全真教的人团团围住 你要是不去救他的话 他肯定脱不了身 你爹的神机妙算 怎么会脱不了身呢 你说得倒轻巧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明明是你杀了全真派的谈处端 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老是缠着我爹 再加上周伯通从中捣乱 我爹又不肯分辨是非 当然脱不了身了 不会吧 你爹的武功盖世 全真派七个小杂毛 怎么奈何得了他 全真派的人再加上周伯通 我爹当然抵挡不了 不过我爹让我告诉你 他想了七天七夜 终于参透了一篇文字的意思 什么文字 四里青 昂一纳德 四热雀须 哈虎 文波英 小丫头就爱骗人 这些胡言乱语谁弄得懂 我爹已经把这篇古怪文章逐句一出 重头至尾 明明白白 那就恭喜你爹爹了 我看过之后还记得几句 要不要我背给你听 好 或是身骚动或是身重如物镇压或是身轻欲飞 或是如妇 或是其寒壮热 或是欢喜躁动 或是如有恶物相处 身毛金属 或是大乐昏醉 凡此种种虚与下法导入身头 什么妙法 哎呀 是什么妙法我倒不记得了 不过我知道用了这个妙法之后 浑身毛孔皆息虚疏 记忆心眼窥见区内三十六五 犹如开仓建筑麻痘等 心大惊喜寂静安快 哎 有何用意 快说呀 所以我爹让我来问你 是要五千字呢 还是要三千字 三千字如何 五千字又如何 那要是你帮助我爹去灭了全真派的人 那九英真经的五千字我就敬背给你听 如果你不去的话 我爹就托你替他报仇 等杀了全真派的人之后我就背给你三千字 你爹爹跟我交情平平 凭什么敲得起我呀 我爹说了你的指导是全真派的人杀的 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你干嘛 你害怕 你害怕 你乖乖听话睡觉吧 我爹一完这些文字之后就和全真派的人动手 还没来得及细细讲给我听 我想这本旷世奇书不能让他淹没 而且现在只有欧阳伯伯和我爹的性情相同 有沉默欧阳伯伯看得起 曾经带着侄儿到桃花岛向我爹求情 如今他却要死在全真派的人手里 所以我爹希望你学了这门奇闻武功之后再教我 我怎么知道你背的是真是假 靖哥哥已经把经文都写给你了 你又是一代武学宗师 对照一下不就知道是真是假了吗 好吧 让我养养神 明天我再去救你爹爹 救人如救火 不如今天吧 我迟去一点又怎么样 好 那明天一早你就去好吗 好 我谢谢 来 少姑 姑姑 爷爷不是带你去桃花岛了吗 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我 我不跟爷爷玩 爷爷一点都不好玩 我要回家去 那姑姑知道了 是不是那个姓杨的哥哥带你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姑姑 杨哥哥对我可好呢 那姑姑问你爷爷去哪了 噓 不要告诉爷爷我跑了 爷爷会抓我回去 姑姑不说 但是姑姑问你什么 你就要告诉姑姑好吗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爷爷 他要抓我们 他要抓我们两个回去写字 我写不好他要骂人 我爸都 爷爷要骂你 那爷爷不好 傻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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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姑 姑姑问你 后来你看到那个矮胖子了吗 我想起来了 那天有六个人 他们到岛上去了 江南奇怪 来拜见桃花桃主黄老前辈 大哥 咱们进去吧 桃花桃不是善入之地 三弟不要鲁莽 知一宝拿一宝外婆说我好宝宝 来 童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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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请把这个交给黄道主 在下兄弟七人 将军人称江南七冠 拜上桃花道众黄老前辈 请姑娘代为同胞 大哥 这黄药师是绝顶聪明之人 怎么会留了个傻子在身边 不要乱说 咱们今后便是 爹爹 爹爹 给你这个 来 我现在有事 不能见他们 你带他们去京社暂且住下 我过两天就回来 爷爷 好 那爷爷后来回来了吗